大家好 看到這個背景和這件衣服 就知道我在做運動了 做運動之餘 我想和你分享以下的故事 從前有個年輕人很不開心 一時無盛 走到百萬富翁那裏 就問他智庫之道在哪裏 富翁看著他 就拿起手指 不如這樣 我以前有公義義 斷了一隻手指 我給你十萬元買一隻手指給我 年輕人當然不用了 我以前喝酒太多 肝難化 不如這樣 我給你一百萬賣了肝給我 當然不需要 之後再說 我今年已經七十歲了 不如這樣 我給你一千萬 就買你五十年的青春給我 年輕人又說不需要 富翁就開始微微嘴笑 智庫知道我是哪裏 我也是百萬富翁 你也千萬富翁 原來智庫知道 就是珍惜你的時間 珍惜你的健康 這些才是真正的采灰 很多人都問我 Awen 你的Vision Priorities 在哪裏 不要講公司 講自己個人 我的Vision當然 希望日後能夠守一指 推動創業精神的人在香港 Priorities 在哪裏 有三樣東西 一 有個成功的公司 二 有個溫暖的家庭 三 最重要 有個健康的身體 沒有身體 什麼都沒有 作為一個負責任的老闆 負責任的老公 負責任的老爸 什麼位置都好 健康非常重要 所以為什麼呢 每一晚十一點鐘 一定上床睡覺 早上行 盡量我都會運動一小時之間上班 我不喝酒 不吃煙 很少喝冬夜 盡量行 都吃多些蔬果 因為健康非常重要 你 我明白很忙 個個都很忙 但問一下自己 健康屬不屬於你的Vision Priorities之一 健康又可不可以授權給其他人去做 如果屬於你的Vision Priorities 又不可以授權給其他人去做 答案是什麼 立刻做 馬上做 健康在你手 你自己決定 多謝